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五個字 抽水對放水 說說市先 市是低開的 早段跌過一下 不過其後跌幅就慢慢收窄 以至下半場就開始回升 最後全日是升78點 收31983 成交去1782億 比昨天多了8% 今天早段跌 受什麼股份拖累 就是碧桂園和來房股 碧桂園收市還在跌5% 不過其後好在來引股就升 包括這隻共行有1%進漲 以及港交所又破歷史新高 看到升2.5% 成為市能夠扭跌為升的功臣 說回市的情況 昨天節目看到 新高在忙估計新高應該破得到 因為幾十點不成問題 不過真的破得到 但是過程比較崎嶇 早段跌過一下 跌到低到多少呢 去過31642 不期後先彈著頭升穿 為何早段跌呢 早段跌就是 抽水了 今天怎麼提的呢 抽水與放水 跌呢 跟抽水有關 抽水是哪個抽呢 就是剛才提過的股份 碧桂園 碧桂園就抽水 配股以至發行 援股債券 集資234億 消息一出呢 內房股當然就首當其衝 因為大家分屬同業 看到碧桂園抽當然怕怕的 而且除了內房股之外 其他籃籌股也一度跌得比較厲害 原因是 抽水潮 市場最怕抽水潮 就一陣子就驚驚的 就紛紛回肚了 不過呢 抽水呢 好在遇著放水 令到 壞的影響 就慢慢慢慢 就消退了 放水是誰放呢 就是內地 中央銀行 人行就放水了 消息日點 就是人行中午 透過官方微博 就宣佈了 下週四開始實施 就定向降準 其實這個定向降準 之前也說過了 現在終於被正式日期來 就是下週四來 下週四來 這次實施有期 大家當然有興奮的作用 定向降準 當然 內銀股是直接受惠的 所以今天 內銀股 是說 帶領恒指 有低位回升的重要動力 見到公行升1%又多 另一隻很重要的 內銀股 見行也有0.7%進漲 當然最厲害 就是農銀行 以四大行來計算 農銀行升得更多 超過2% 另一隻大幅的市 不讓大家覺得 一旦正式實施的定向降準 就可以升放7000至8000億人民幣的資金出來 對銀行業的經營是有利的 所以 內銀就立即上升了 定向降準之後 不單止內銀 連內地的證券股也向好 原來是 內地降準 終於實施有期 A股 立即有反應 上證 一度升得不錯的 看見到綠色線 穿了頂 內地A股 一度破頂 最後也有升 當然是利好 更加利好 A股成交也不錯 有6000億 6000億 很久沒見過 所以 證券股就做好 證券股做好 連帶香港的港交所 也受到投資者的垂清 畢竟 近來港股成交也不錯 剛才提及過 1700多億 已經比昨天再增加 而1700多億 是兩年多以來最高的單日成交 當然大家 衷敬對港交所的業務有幫助 所以港交所又升 令律師 今天終於扭跌為升 換句話來說 今天 放水 暫時戰勝了抽水 因為抽水跌了二百多點 但放水消息一來 倒升回頭 破頂 兼創歷史新高 今天先勝一仗 放水 後市又如何 後市要慎防出現回討 可以從兩方面講 一方面 就是外圍形勢 好像有些驚驚的 一方面 日本央行 大家越來越擔心 日本央行會不聲不聲 去收水 特別是 今天有一個重量級的大淡友 就是日發興的大淡友 就說 日本央行收水這件事 可能成為環球牛市 暫停的重要因素 大家當然會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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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特帽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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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到3萬2,還要關口 第二,昨天提到RSI的情況 繼續超賣,極超賣 恆生指數是82.9,極超賣 加上今天市場的壞消息急速回頭200點 顯示市底開始弱了,人心有點虛脅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估計恆生指數短期內 可能會出現的整路機會大 策略維持昨天說過,不再重複了 時間關係,今天息息大了,多謝大家